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鱼 打拉崩巴 画是孤岛的金 荒城渡 为爱追寻 亲爱的旅人 拓目退 此前为你 不说再见 随风 缘起 楼台 末日飞船等作品都让听众们耳目一新 而是他也是一个拥有到有趣灵活的段子手 他和粉丝的相爱相杀的故事 一直都被人们惊惊悦道 比如记者问道 看到这么多粉丝来信有何感想呢 周深回答说 写信别写太长 这就算了 他还嫌弃粉丝写的信太矫情了 也是没谁了 等次想让他换个头像 周深就回答说 少管我 怪不得说呀 周深偶像路上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果然是他 不按套路出牌的周深深 这样的周深他的粉丝是群什么样的人呢 那必须呢 也是同款杀雕 有趣又可可爱爱的人咯 比如说周深粉丝名的莱莉 他们叫做生你之前呢 还叫过好几个名字呢 但是为什么又改了呢 为什么最终决定是生你这个名字呢 让小编一一为你解答 很久很久以前 周深还是卡布的时候 粉丝自身是布丁 后来周深出道了 由于粉丝的名字跟林亚伦的名字重名了 就打算改 这个理由确实很有道理 该改支持 于是呢 就有了深海鱼 取自于周深的深字 由周深成名取大鱼的鱼字 小编也觉得这个名字别有一番新意 感受得到他们对周深的热情 不料他们自己决定换名字了 原因居然是自己摆住上 看了一些深海鱼的图片 都太丑了 就觉得应该要改名字 这群人不仅是写得了长篇大论 夸得了自家偶像 都忍不住吐槽了 说太过了 这群人呢 还这么的注意形象 害怕别人会以为他们颜值不行 真是太可爱了 于是深井冰这个名字粉摩登场了 乍一听呢 感觉神经气爽的 一丝冰声 迎面扑来 还有点特可爱爱的 甘想感叹一声 不错 好名字 他们居然会说 我们不叫深井冰了 以后万一和其他人粉丝 针锋相对 要为周深hold入场子的时候 要是对方骂说 你们这群深井冰 岂不是一下子就处于下风了吗 坚决不可以 这名字不能用 这群人不仅可爱 还考虑的这么周全 周深忍不住偷笑的同时 还想骂一句 你们还真做呀 经过绞尽脑汁的思考之后 他们终于递下了一个名字 就是生米 谐音就是深迷 一听名字 就感觉到老上口挺好听的 问周深意见 周深当然还是说好呀 和之前的几个名字一样 只要粉丝乐意 周深深肯定是没有意见的啦 自然他怼粉丝 其实更说明了 他平易近人 没有明星架子 这一点也让生米们深深迷恋 祝福周深深 未来天地更广阔 祝福每一位生米 天天开心 早日报的偶像龟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